大家好,今天要教各位如何拆妝CPU風扇及清洗散熱片 天心提醒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囉 首先我們要先拆主機背面4顆螺絲 拆完螺絲之後就是拆側邊的蓋板 再來我們要拆 I-C-P-U的風扇插頭 然後我們再要鬆散熱片的固定座 固定都有4個塑膠環 你時針輕輕轉一下就開了 再來我們要清理C-P-U上舊的散熱膏 然後乾淨的面紙清掉散熱片上 舊的散熱膏 我們要清理C-P-U的風扇 然後再加上一張 我們要清理C-P-U的風扇 我們要清理C-P-U的風扇 然後再加上一張 我們要清理C-P-U的風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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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們要將散熱片上的螺絲鬆掉 才能把固定做拆起來 接下來就是把散熱片拿去水龍頭洗一洗 然後散熱片再用吹風機吹乾 這裡很重要 一定要確定散熱片上沒有水 才能再把固定做鎖回去 再用吹風機吹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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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塗上散熱膏 記得不要塗太厚 被搏一層就可以了 再用吹風機吹乾 因為那個是塑膠做的,要確實扣到主機板上面 作詞・作曲 李宗盛 然後順時針請輕輕轉一下就鎖上了 作詞・作曲 李宗盛 作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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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李宗盛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